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是这样 New set 因为set是不重复 对吧 然后我们通过数足点filter的方法去过滤 因为filter会返回一个符合结果的这样一个数足 然后符合什么结果 大家看 当我便利这个AR1的时候 我判断当前这样一个S2这个set S2是谁 是不是我们对AR2转化完成以后的这样一个set 我们判断它里面是否包括那个内容 如果已经包括的话 那么我是不是就把它放进来 对吧 所以说和输出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交集这样的结果 当然我们现在获取到的还是一种set类型 那如果我想获取到的交集是一个数足应该怎么办 前面是不是讲两种方式 一种是固定的符 一种是are from 其实都可以 比如说大家看 我用are from 然后去把当天这个set包裹起来 这时候得到交集就是一个数足 那接下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去实现当前两个数足的差集 什么叫差集 相当于是当前数足 两个数足除去他们两个的交集 那剩下的我们叫做差集 比如说两个数足如果合并 除去交集的话 相当于除去二三四 你得到的是不是应该是一 然后这边是五和六 对于这种差集 我们应该怎么做 大家再想一想 比如说我们再定一个数足 比如说叫做are 刚才的那个叫做一和二 对不对 比如说我叫做三 大家看 我们new set 然后我们对are去.filter去过滤 然后当然我们可能还会用到这样的set 所以说我先把它先注视回来 然后大家得一看 这时候我去便利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我前面是否通过s2.hass去判断当前这个集合里面是否包括某个元素 就是大家看 我既然要去插几 比如说我还是用s2.hass 看它是否包括当前这样的内容 但是大家想想 我当前用到的是不是不包括的 才是我想要的 就是are3 然后大家再看 比如说我再定一个are4 它是对于当前第二个数足的这样一个过滤 然后我就判断当前s1里面是否包括当前便利的时候这样一个内容 这时候大家看 比如说我输出are3和are4 大家看代码这49行50行 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1和56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通过这种非的方式去掉了他们两个的交集 那接下来 比如说我想得到的就是两个差级组成一个新的数组 那怎么办 这也很简单 是不是还是用我们的获整颜算符 比如说第二点are3和are4 大家看这时候结果 是不是就是差级组成的一个新的数组 也很简单 对不对 然后大家再看 我先把前面的这些先注视掉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sit的一些常见应用场景 另外 其实除了sit以外 在ES2里面跟sit对应的还有一个对象 叫做wakeSit 那wakeSit跟sit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wakeSit里面只能够存储对象 我们不能够把说这样的数字啊 或者字幕串这些类型啊 放进去 是不可以的 它里面呢 只能够去放对象 那我们测试一下 我进入一个 比如说wakeSit叫ws吧 等于newwakeSit wakeSit呢 添加内容的方法跟sit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add的方式去添加 比如说我添加一个1 1是不是number型 刚才我说wakeSit是不是只能添加对象啊 大家这时候这边是不是够错嘛 对吧 然后呢 我添加一个对象 比如说name叫做book 保存 大家看这时候 比如说我输出这个wakeSit 来的结果 是不是wakeSit 然后里面呢 是不是具有一个对象 对吧 其实对象对应的值 就是我们当前这样一个 name属性对应的emoke 然后呢 比如说我当前的这个里面 再去add一个对象 比如说还是一个h 比如说5 然后呢 我输出ws 这时候里面是不是就具有两个对象 大家再看 add是添加 然后呢 它跟set一样 delete是删除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 我通过ws.delete 我想删除掉 当前的第一个对象 大家看看 我如果这样删除 能不能删除 仔细看 大家马上就是四行 大家就发现 里面还是有两个对象 说明当前这句删除 并没有好使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delete它没有好用 首先delete这个API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问大家的是 为什么我添加一个 name叫moke的对象 就删除一个 name叫moke的对象 然后呢 你发现 还没有删除掉 这个是为什么 大家仔细想一想 我相信聪明的你 一定能想到 大家想一想 这两个对象 虽然长的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两个 代表的是同一个对象吗 大家回忆一下 前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画了一张图 在GS当中 基本数据类型 存在占内存里面 对于这种对象 这种引用数据类型 它其实是存在 对内存里面的 然后呢 虽然这两个对象 长得一样 但是在对内存里面 对应的是不是 两个不同的内存空间 所以呢 当你凭加一个对象 在删除另外一个对象的时候 其实当前第一个对象 并不会被删除掉 那怎么办 大家想一想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啊 比如说我定一个 对象一 等于什么 等于当前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把object一放进去 接下来 我再定一个object二 然后呢 它等于当前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呢 我把二加进去 这时候 比如说我删除 object一 大家看一看 这时候这六十四行 是不是就只有 一个对象了 因为object一 引用的 是不是就是 这同一个对象 所以说 我添加和删除的时候 指的是不是 必须对应的是 同一个对象 才可以啊 这一定要注意啊 另外呢 它也有这样的 判断当前 属性是否存在的 这样的语法 比如说我们输出 当前VS里面 是否害死 这个OBG2 大家看 我们判断一下 当前VS里面 是否有这样的 OBG2这样的对象 它是否返回一个 不耳形的值 因为有嘛 就会返回处 如果没有的话 就返回FOOS嘛 大家再看 我现在啊 我想对于我们的 VS里面 进行便利 我们看一看呢 当前它能否便利 比如说 for each 然后呢 item 我在这边 输出 当前便利的时候 里面这样一个内容 大家可以看哦 可以看左边 你会发现 它报错 说当前这个VS里面 for each is not的方式 并不是一个方法 为什么这样 因为VS里面 它不可以便利 这个呢 其实也是 VS跟SET的 另外一个区别 除此之外 大家要注意 VS当中的对象 其实都叫做 弱隐用 什么叫弱隐用呢 相当于是 在对于我们的ES当中 它其实会有一个 垃圾回收机制 这种弱隐用呢 但垃圾回收机制 其实是不考虑 对于当前这种 弱隐用这种对象的 这种隐用的 也就是垃圾回收的机制 其实不考虑 VS对于这个对象的 引用 那到底什么意思呢 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其他对象 不再去引用 当前这个对象的时候 那么垃圾回收机制 就会自动的 去回收这个对象 所占用的 那块内存空间 它不会考虑说 当前这对象 是否还在被 我们的VS去引入 这里面呢 为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在ES当中的这种 垃圾回收机制 或者叫做GC 叫做Garbage Connection 大家注意 在ES当中呢 其实垃圾回收机制 现在呢 是一种叫做 技术的垃圾回收机制 什么技术的 比如说 当前我定义一个值 然后呢 如果这个值被引用一次 那么 它的次数就会加1 比如说刚定义的时候 它引次数是0 如果呢 这个值被引用一次 那么它的结果就会加1 如果引用第二次呢 那么它是不是再加1 对吧 一层类推 只要是当前被引用这个值 它不为0 那么垃圾回收机制 就不会回收这个变量 也就是 不会释放当前这个内存 所以说 对于这种情况 如果这个值 一直被引用着 然后呢 垃圾回收机制 是不是就不会把它回收 如果这样的值越来越多 那么是不是就会引发 这种内存性骤 对吧 但是呢 刚才我们说 对于像VegSite这种 它是不是一种叫做 弱引用 我给大家写一下 对于我们这个VegSite 它叫做弱引用 什么叫弱引用 相当于是 对于VegSite的引用 它呢 并不会被寄入 这种垃圾回收机制 所以呢 也就不存在 这种垃圾回收的问题 那想一想 这个VegSite 这种弱引用 我们可以应用在 什么场景下呢 比如说VegSite 其实比较适合于 临时去存放一些对象 然后还有跟对象呢 去绑定一些相关的信息 比如说 当这个对象 我们就销毁 或者消失以后 然后呢 VegSite里面 存在一些引用 它也会自动的消失 这个就是所谓的 弱引用 所以大家想一想 经过这些讲解 大家觉得VegSite 和Site之间 都有哪些区别 首先第一个 VegSite 它里面 只能够存储对象 但是Site呢 不仅能够对象 对吧 其他个型的也可以 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区别 Site是不是可以 循环便利 但是呢 VegSite是不可以的 第三个区别呢 VegSite 它是一种弱引用 它呢 并不会被 垃圾回收机制所考虑 所以说 它里面有用的对象 如果对象消失以后呢 VegSite里面有用 也会被自动消失 这个就是Site 和VegSite 它们两个的区别 接下来我们对 这节课所学的内容 进行一个总结 这节课呢 我们学行了一种 ES6当中 一种新的数据结构 叫做Site 它其实里面的内容 跟数组是不是有点像 但是区别是 它里面成员的每一个值 必须是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不能够有重复的值 然后呢 我们讲了一些 成功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们可以通过 Add的方法 去添加数据 通过解例的方法 去删除数据 通过clear方法 去清空数据 然后呢 通过Hass方法 去判断 当前这个Site里面 是否包括 某一个数据 然后呢 还有Site 去取到当前 这个Site数据的大小 接下来呢 我们说又讲了 如何去便利 当前我们这样 Site的结构 比如说可以通过 ForEach 通过Off 是不是都可以 紧接着我们讲了 这个Site这种 新的数据结构 到底有哪些 常见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 最常用的 我们讲了一个 数据的去重 它是不是非常的快 如果以前 如果用ES5 我们数据去重的话 我们是不是需要 自己去实现 一个小的算法 去实现数据去重啊 那现在有个Site以后 只要我们把这个数据 作为参数 传递到Site里面 那么它就能够 自动去重 然后我们也讲了 如何把数据 转化成Site 以及如何把Site 转化成数据 另外讲了一些应用 比如说如何取 数据之间的交集 如何取X级 对吧 这都是很常见的一些应用场景 另外呢 我们讲了 WeekSite 以及WeekSite 和Site之间的区别 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 我们需要掌握的内容 大家课后呢 还是一定要多加练习 大家继续加油吧